那條隧道是不知進去九龍 總之一出那個隧道 他說有行家見過 突然有一個紅色圖的女人 就在她的車頭打橫飛過 他說 我當然問你有沒有試過見過 他說沒有見過 但是有行家駕駛那段路就試過見到 這個很危險 是危險 因為你駕駛車真的會害怕 扭了床軚很嚴重 你先不要論究竟是否真是鬼 但是那次跟我說的是 他有一個客人的經歷 他自己親身經歷 他說那次是在港島那邊接一個客人 一男一女 喝完酒很醉 喝到醉了就上的士 我記得他也看了一看 那個年紀都是二十多三十歲 那次他很喜歡加一些留言 那些年紀都很開心 現在二十多歲 要出來玩到這麼晚 喝到醉了 他說那次那一男一女 就上的士 都喝得挺醉下的 他見到 那一男一女上的士之後 最初就喵喵喵喵 繼而開始有些很親密的行為 即有疼疼疼 他看著代後鏡都 嘩 這裏都是的士來的 他也有說一句 他說 忍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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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到了 不用這麼心急 他說完之後 他發現其實沒有任何停止 那一男一女 繼續糾纏 繼續糾纏 打得火熱 司機也覺得很眼淵 於是很快 十至十五分鐘左右 就去到目的地 他說到了到了 下車再繼續 你們 就說成為多少錢 他轉身 正常收錢 一轉身 只見到一個男生 還未開車門 只見到一個男生 他說 是否那個女生自己開了門下車 即另一邊 他問那個男生 咦 你那個女生朋友呢 那男生醉了 不懂得回答他 照收錢 賺錢 過程當中 賺錢給那個男生 再看看車外 完全沒有見過剛才那個女生 但是他明明 整個過程 在待後鏡 就看到一男一女 在前面 那男生 下車 下車後 都問他 你那個朋友 你剛才是否和朋友 一起上車 諸如此類的問題 但是那個男生 都嘔嘔嘔嘔嘔 嘔嘔嘔 嘔嘔 走完錢 就下車了 下車之後 司機覺得很奇怪 但他也沒有理會 然後繼續接訂單 繼續 繼續開車 繼續開車 他就想著在叫台上 跟同事 那些同行說 剛剛接了一個古怪的客人 有件類似這樣的事 嗯 一路說的時候 他就覺得 車裡面越來越冷 嗯 越來越冷之後 都有一刻他很記得 他說停了在燈位那裡 車停下了 然後他不相信 沒有理由 說完一些故事給行家 那些行家都說 算吧 這些時運都看不到 可能你看錯了 他再看一看 道後鏡 我看到那個女生坐在那裡 就是 他說他很認得那個衣著 因為他們穿那些 一條過的裙子 我不記得她說的是什麼顏色 總之是那個女生 他坐在那裡 那怎樣 那女生在做什麼 沒有 沒有在代後鏡上看著他 他對望了一下 然後他很害怕 然後他視線離開代後鏡 再看一瞬已經不見了 是 即是有上車 但沒有下車 是的 但是他就說 那究竟為什麼那個男生上了車之後 他可以做到剛才說的所有事情 又好像聊天 又真的有一個人存在 他都不知道 即是那兩個人 那個男生 可能那個男生 男生又跟那個人有互動過 對 又有互動 所以他一開始很相信是兩個人 是人 那一刻真的很害怕 然後馬上把的士拍到那邊 那晚怎樣做生意 就落車 然後呼吸一下 撞一顆燈 讓人安定一點 然後 但還是要賺錢 他才再上車 但是他都說花了些時間 去安定一安定 因為在自己的車裡面 而他說那時候是兩點多鐘 即是還有幾個小時才再調校 而且又好像很沒有道德 他那輛車有鬼 但是他走去搭乘車 我不知道 我上了一輛車很危險 所以他就說之後 他那個倒後鏡 他就弄了個符 所以那天我乘車 是看到有倒符 他就說 所以難怪你掛倒符 他說是 那麼他後面坐不到後面 就坐到他旁邊 什麼 不是他倒符 整輛車擋著了 整輛車震著了 你特別強調多後鏡 他以為只是反向後座 對 還有一個 不要啊 你再連旁邊的位置也不能坐 他坐在你上面 但是 剛才你不是說 其中一條隧道 有紅衣嗎 出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是 藝術師來的 他有說過 他的保姆 他是自己的親身經歷 是女藝術師來的 他說那時候 如果你在天后那邊 有一個位置是 你上去完之後 有一條很奇怪的橋 穿過兩打中間 就可以去到海旁的位置 有一條什麼橋 天后那邊 OK 一上去完之後 一圈圈圈 就可以下去 近銅鑼灣海旁那邊 是 有這樣的地方 然後他說那次 他是開 因為他是搭保姆車 那麼 他 保姆車 除了他 還有他助手 還有有司機 他說 那時候 因為是做完一些 夜晚 不知NUdinner 然後途經那邊 就離開 你遇到 他都晚了 就是11點多 那些 他是說 突然間 到一圈圈圈的時候 他聽到很大聲 有東西撞到車頂 是 而那個 他聽到車頂 然後那個司機立即撞車 因為那時候沒有車在前後 所以幸好 突然殺車 很危險 那位司機 呆了一個 我不是撞到人了嗎 這樣 他們兩個在後面 即是很大聲 對 因為三個都聽到 那位司機就擔心 我不是撞到人了嗎 但那個位置 其實沒有人走過 因為你旁邊 又不是山 又不是城堡 那條很高的天橋 幾層樓高的 你沒有人爬上去 立即停車 然後下車看 那下車看 沒有東西 那輛車 簡直是玻璃沒有裂過 沒有凹凹過 沒有任何花痕 車頂也是 車頂也是 因為他們突然聽到 啵啵啵啵聲 立即問什麼事 就知道司機就問是否撞到 那三個一出完 沒有東西 就說 走了 因為覺得撞到東西 不對路 對 因為如果有東西撞到 他們在後面 要有人跳樓 但又是不可能 但有一件怪事 然後 他們說八個 那位置 都經常性 有些奇怪的事 類似這樣的事情 聽過 噢 所以可能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地方是 即是路邊 特別多些 是的 然後 的士司機 我前陣子搭過一個 他有說過 有一晚 是 整晚生意都很差 是星期五晚 生意沒有可能差 因為星期五一定周圍 其實你可以選客 是的 特別你去那些 酒吧附近的地方 他一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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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在入客前接到幾個客人 正常 晚上他打算繳紗咀,然後繳紗咀都沒有客人 然後繳中環等最旺角,但他很久都沒有客人 他覺得有沒有搞得這麼… 即是截了,人們都不上他的車 就上了前面或後面,有沒有這麼黑仔 直到他說他繳了點多兩點,在中環難怪房 剛開始有兩、三個人截車 那我當然要走,那我去哪兒都去,我告訴你 那我一整晚都去 即是打麻將開不了,什麼都吃了 但他說一開的時候,他說是男士 一開就說有客人,你別去,你就蓋旗吧 然後關上車門,就上了後面那一輛 即是因為整晚都沒有人截,是因為整晚後面都有嗎 他不知道,總之他說那個人一開門就是 有客人,你就蓋旗吧 好可不可以 然後他就直接呆了,他就說 好可憐喔 但他就盡量就說,我明白是什麼事 即是他可能就是… 或者是有東西跟著他,運氣不好一件事 或者當時那個人時運都低了 他就見到原來有個人,是坐在你的車後座那裡 哇… 他說那一刻很害怕 對,完全不知道可以怎樣 那你跟著怎樣 沒有,我可以怎樣 繼續開 泡在一旁吃宵夜 很積極 他說,我不搬,我開車去觀音廟 大哥 我人入了觀音廟,車我入不到觀音廟 那他就說 我當然要等天光 阿妙竹又不在,不能給你 他就說,如果天黑這樣 我整天沒有生意而已 如果運載低一點的話 有什麼事,炒了車 我的命來啊 那我那晚不開了,我拍在夜邊 查機,然後打一等就算了 我沒有開了 到第二天天光,他才開車回去 車行 心靜一點 他就這樣跟我說 但也是 輕則就是沒有客人 但重則就是不知道 你害怕啊 嗯 這次是你見過 那完事就是叫的士回家 上到車的時候 那個司機大哥 就跟我聊天 說那一刻,我心惹溜溜 然後又說 其實你這麼見譚 說一些,有沒有靈異事 你聽聽 他就說,靈異事? 很邪的 現在說,我不要緊 你陽氣這麼盛 沒事的 那些 他說,前陣子才聽過一個 是行家 發生的一個故事 他說,應該是早兩個星期 左右 他應該是在 那裡叫什麼呢 花開公園樓上 那一群很有錢的人 有一村 那附近的馬路 那一群很有錢的人 有一村 那附近的馬路 他說 那天 他的行家 晚上接了一個客人 然後回去 很漂亮的地方 他目的地 就是有一村 他就說 一轉上去 他應該是在 那個 警察遊樂會 和花開運動場中 有一條路 然後轉馬路上去 是的 通常你夜晚都 就是在彈東球場外 應該 是的 其實那個位 通常你夜晚 其實沒什麼車 好 他們去駕駛 差不多到的時候 他說 是沿路一直走 走的時候 他說 那個司機 看見 總之是駕駛 駛駛 然後是很害怕的 然後 客人在後面的時候 他差一點 就是在前面 那個客人就馬上說 你幹什麼 有一點點口角 他說 剛才你有 撞到人 那個的士司機問 我是不是撞到人 這樣 然後客人說 我不知道 但是撞到人 會很大聲 因為他說 他沒有聽到有聲 那個客人 對 他就說 我不知道 我玩電話 突然間我只知道 你駕駛駛 然後我不知道 是不是撞到東西 然後 他說 他也是有這樣的原因 撞到應該有聲 他好像沒有聲 你就不能駕駛駛 那就是沒有 然後那個司機 是很害怕的 但是那個客人很勇敢 他說 不要緊 我下去看看 因為他覺得那麼害怕 那我也要去看看 那個客人還知道 不知道要怎麼做 我那個司機 因為他震了 震了 那個人是 然後他看 車又沒有凹 然後他只是駕駛 然後他再看 其實又沒有事 真的沒有人 沒有事 然後他說 沒有事 你沒事 那個乘客還覺得 你是不是喝了酒 怕你是醉嫁 還是弱嫁 他說 不是 他說 剛才看到有一個人 衝了出來